在最新的利率会议上 泰国央行决定维持现有的2%的利率不变 并将尽全力减少债务 关于这个问题 今天加入我们的是来自于澳新银行的韦文NG 欢迎您的加入 这次泰国的利率没有改变 不过关于未来削减利率的猜测并没有减少 您怎么看待呢 在之前公布的数据中显示 泰国10月份的通胀率下降 降至今年的最低水平 这是由于很多商品以及原料的价格下降 导致了通胀的下降 泰国目前的通胀率在2%到2.8%之间 显然目前的通胀率仍然是过低的 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也与通胀率息息相关 但是在核心通胀小幅下滑的时候 来自泰国国内的需求 则有着小幅的上涨空间 目前泰出仍然与亚洲其他货币趋势保持一致 而债务则随着经济前景不免令人担忧 就我们所看到的趋势而言 您有怎样的看法呢 是的 货币的走势与其他的新兴市场一样 在最近都呈现出了下跌的趋势 泰铢对美元一度下跌0.3% 报32.76 为6月3日以来的最低 之前提到 泰国央行维持利率在2%不变 一如既往 但表示如有必要的话 仍然有下调利率空间 关于泰国的债券 在这样的背景下 泰国十年政府债券 在最近的收益率 也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泰国希望通过解决债券危机 来提振经济上升 那么您认为 这对泰国的经济有好处吗 是的 这需要从经济的基本面 开始着手了 目前 泰国的大米的价格下降 泰国稻农损失非常惨重 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其中将向农民提供无锡贷款 以鼓励推迟出售稻米 为稻农提供了四个月的贷款 帮助稻农们 把稻米出售推迟一下 所以我认为 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好的委员非常感谢你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 为您带来的更新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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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